燃油車以及我們的整個交通禮區裡面 我們重新達到前面的進度 燃油車同樣的順序 所以我們必須要看到空氣汙染的移動感 也要看到汙染的指標 重新檢查和重新做好改進 在這當中我一直強調 2030到2030是一個還非常重要的環境的貨幣 所以近年零鼓掌的優移環境 如何加速推動 那整個清淨跟新玩的整個伸展程序 建立一個職業群體 敵配幾個人的插電模式 其實我們剛剛心靜可敬 其實類似這樣一個插電的地方 所以在這個底下我們特別看到 第一個主張就是2030公務車廈前面 進度燃油車 然後2045前面 進度燃油車跟加速公務車 那我們現在自己是要在 對我們的廠商發案裡面 最重要是一次企業 中小型的企業在物資企業的排行量裡面 然後讓業者會清除 我們一組會來做好改進